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端端一个江山 二百七十余年 怎么到了崇祯走到末路呢 说到崇祯十七年 李自成在陕西称王分两路打向北京 北京高级 现在崇祯帝派人出去号召秦王 没人理睬 叫人人不应 秦王不行 还有一招可以 那就是仿照前朝南迁 宋朝当年面对国家危难的时候 把首都南迁呢 迁到临安了 又维持了很多年了 南京是首都啊 六部 督察院等等机构一套完整的 南京也有一套啊 崇祯帝考虑南迁 他的亲近大臣悄悄地跟他说 皇帝可以考虑南迁 崇祯帝说 我也有此意 但是崇祯帝这个人刚愎自用 认为自己英雄了一辈子走到末路 要是南迁落得一个逃跑的罪名 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臣民呢 所以又不愿意从自己口里说出南迁的事 相反 在朝廷上有两个官员提出 建议皇帝南迁 他引怒之下把这两个人处转了 说 在此危机之刻 你们不给我出好主意 让我逃跑 你们是居何心呢 到此崇祯帝并没有从大局考虑 他仍然考虑自己的颜面 没有看到天下形势已经危在旦夕 崇祯帝继位以来 静静夜夜 所谓萧衣干食 他努力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忠心之主 重新振作明朝 想不到江山如此 已经到了这般田地 于是他下了罪己诏书 对自己责备 说 我兢兢业业 干了17年 天下闹道 这不田地 不是我的错误 又是谁的错误呢 因为我的错误 所以造成了大家的苦难 造成了大家的冰火之灾 因为我的错误 闹成了田地荒芜 到处粮食不能生长 百姓没有营生 所以这些都是振执过眼 崇祯帝的自责 似乎带有几分诚意 但是他的错误政策依然倒向他 走向失败 为什么 我们看 崇祯帝用人不专 刚愎自用 专一杀戮 前面我们知道 他善杀了忠臣袁冲焕 袁冲焕有没有错误 袁冲焕有没有缺点 可能有错误有缺点 但是不至于杀罪 袁冲焕也为明朝的边防立了大功 但是袁冲焕后来的被杀 使东北边防溃败 把明朝置于危难之中 崇祯期间 所谓内阁有五十宰相之说 我们知道明朝朱元璋以后 已经废除了宰相 崇祯帝17年怎么闹出了五十宰相呢 当时的内阁成员都叫做相臣 有首府 有中府 他们都成为相臣 在崇祯17年之内 他的阁城换了五十个 动辄得救 动不动就杀人 所以崇祯这样的结果 实际上是他的自己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有人说明朝亡于万利 而不亡于崇祯 在我看来 崇祯本身就是一个亡国之君 很多人怀念崇祯帝 说他兢兢业业 多么艰苦 多么自律 但是他用人不专 刚愎自用 专一杀戮 没有识人之名 最后导致 人心解体 民心四散 皇帝身边的宦官 应该是最忠于皇帝的 可是当敌军已经包围 明朝首都北京的时候 崇祯帝身边有一个宦官 叫做杜勋的 早早的就投棍了李子成军 本来这个宦官就是出城投降了 但是皇帝碍于面子 说他肯定没有投降 他是为国尽忠了 于是在这里给他开追导会 说他是一个好宦官 可是不久这个杜勋回来了 又进到京城了 他带来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公贤 一个是私绳 什么意思 说皇上 你看着办吧 您去自尽了吧 你想他所倚靠的宦官 最后对待他是这样的态度 但是这个人竟然没有被重振帝之罪 又放还了 当时守卫京城的军士 不思战斗 乡城伯李国珍临近都战 可是这起战士都在城墙上躺平了 说拿着鞭子打一个 不起来 打了这个 那个又躺下了 一点没办法 指挥全部失灵 还有一个宦官 是守灵的宦官叫做申秀之 这时候也投靠了李自成军 他传达李自成的要求 要求崇祯帝退位 重振帝对此无可奈何 也仅仅是怒斥而已 李自成的军队包围了北京 当时把守张义门的宦官 叫做曹化淳 竟然开门迎敌 李自成军队一涌而入 明朝的官兵如鸟受散 首度陷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